另外這邊 最近這段時間 為國外回來臺灣 比較進衛到新冠病毒的案例 也一直在增加 這個所以疫情指揮中心 來擴大到掛翠安的項目 規定民眾到八大項目 一定要來掛翠安 其中當然也包括到 台中文書系統 這個台北財文 從前沒開始 進入到一禮拜的選土機 沒有專程掛翠安吃 罰款上官一萬五千塊 如果代替到隔壁 不僅是維持現成的規定 會隨著中用的規定 機動來調整到 服役的措施 現在又開始在選土 有條件改風 高鐵 代替 還有坐坐溫 只要保持持久久 就不用掛翠安 經過兩個月 開始還有這個規定 現在又開始在選土 坐坐溫 專程都要掛翠安 上官可以發一萬五千塊 每個人要戴口罩嘛 對不對 不要以為台灣現在漸漸地沒有這個疫情 自己就鬆掉了 我覺得這樣好啦 你不要什麼1.5公尺 那個會有糾紛啦 這幾個月現在還要掛翠安 其實幾個月前前 有人因為這個規定會去這麼大 叫我戴口罩 我跟手拿沒口罩 你給我叫我戴什麼口罩 代替隔壁這樣會對著有這個規定 坐車要掛翠安 甚至禁止吃東西 就是遵照中央疫情中心的指示辦理 如果要求要戴口罩 我們就是要全程戴口罩 代替目前還是維持改禁料的規定 隔壁這方面是說 進展的時候要放體溫 掛翠安 但是後來如果有太多鼓勵 對著不用掛翠安 吃東西這方面 一樣有條件開放不改變 一樣是公共文書 坐溫和代替隔壁 無隔壁 要習慣可能要一段時間